哈囉我姜姜今天呢跟大家介紹這個AutoGPT 那前陣子呢一直在專研這個CHARP GTP 那4的部分呢是它比較是真的比較人性化一點 但是它的速度比較慢 3.5還是比較快速 最近比較火紅的是這個AutoGPT 上面有人發布了一個訓練出來的一個機器人 它可以自動產生你想要的東西 那以往那個CHARP GTP呢 它是需要我問它一句它打一句喔 那這個AutoGPT呢就是我今天想要請它幫我寫一首歌 或者是做一個麵包 或是想一個商業模式 它都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 它一直不斷的嘗試去詢問它自己之後呢 寫出一個腳本 然後幫我碰見我的夢想 目前已經有將近10萬人在 在看了呢有800多人喔 6萬9的這個星星喔 就是被收藏 OK那我們往下看 那它裡面呢有什麼東西 OK它是一個自主的GPT4的實驗喔 然後它的工作流程得到改進 左上角呢有我的安裝步驟 就是你必須要有Python 3.8的環境 這個部分呢你可以去上網先研究一下它的運作方式 然後你需要OpenAI的key去做連接 然後再來就是我建議是用Anaconda去管理AutoGPT上面 那你其他的專案呢不會受到影響 大家看一下我想要做一個 ASMA的一個影片 然後我想請它幫我做出來 首先我必須要想好我想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它必須要有一個名稱 然後這個名稱呢是這個機器人的名字 這隨意都可以定義喔 然後再來是規則 規則呢就是就比方說我想要寫一個面 我想要請它幫我做個麵包 我想要寫一首歌 我想要做一個影片自動產生的 或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那規則呢我現在是寫說 這個是ASMR呢是一種放鬆的狀態 它可以透過刺激人們的聽覺 使人家感到愉悅的感覺喔 那問完之後呢它會進入有五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呢就是要 建議是事先想好之後再去問它 對然後我這邊呢是寫說 輕聲細語的 然後它是可以透過輕聲細語的方式 講話聲音溫柔 可以讓觀眾放鬆 然後第二個是重複的聲音 透過反覆製造的聲音翻書刷刷聲 來進入一種放鬆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立體聲慢動作 跟自然環境類似海浪啊風聲啊 鳥鳴聲這樣子 OK那我們直接實測一下它可以怎麼做喔 OK我們現在在這個文件夾裡面 然後我要打開輸入這個python h-n-a-u-t-o-g-p-t OK那我們現在連進來了喔 那因為我昨天呢是請它 做這個商業模式的規劃 那這商業模式的規劃呢就是有什麼 自動產生廣告 應用在Google Facebook Inlink IG這類的東西上面 然後連進來之後呢它會問我說 它需不需要持續叫這個降GPD呢 然後延續昨天的一些發想 所以代表它可以記錄 它可以記錄它昨天做的事情 那我現在要寫新的東西 所以我請它先 先不做 OK先開始按N 接下來呢就是 因為重新開始喔 必須輸入這個AI的名字喔 那這AI名字呢我已經定義成這個ASMR GPT OK那我們直接把它 布置貼上 然後它就是說喔OK 它是我的 機器人然後它會為我呢 它會為我服務 那我要描述這個AI的規則 這個規則呢就是 我想要做一個ASMR的一個 一個音樂 那它是可以帶來放鬆的 所以我要輸入這個東西 我先把它複製貼上我之前做的喔 OK那接下來它會問我五個GO 這是目標 那這個GO呢就是 這我自己也寫好了 我來複製貼上一下 好接下來呢 奇蹟似的發生了 你看喔它在想 它在思考 它這次回復的很快喔 它說什麼 Based on the given goals It seems like creating an SMV is the task at hand I can greater 有沒有 它說對它來講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我猜應該是因為影片上面 應該是YouTube上面的 已經有很多人在做這個影片 所以它 它可以獲得很多的資訊喔 OK 然後Reason 我在追蹤 這個 Given the goals and use my experience ISL GDP to identify the most occasion commands to use in order to complete that task OK它有個計畫就是 它透過Google搜尋 然後搜集很多資訊 關於這個ASMR的技術 然後它 它準備呢 透過這個GPD的agent呢 來協助它 怎麼達到這個工作項目 OK 所以它現在就是 它寫個json 然後 做這個東西喔 然後接下來它會問 是否執行 按Y 然後 如果需要做其它 就重複再思考 就是Y 然後-N 然後如果要 就是 continue commands 的話就是大N喔 OK 然後 N 如果按N的話 就是結束這個 這個程式 然後我們就按繼續 OK它搜尋了Google的一些東西 它持續的思考 好 好 它這個 回饋得很快速 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OK 它它獲得了一些知識 現在他收集了更多的知識關於這個技術了 然後 他用他的小的記憶來記住每個動作 還有Following the given goals to complete the task 然後他的計畫是 他找到了一個方法來寫這個ASMR 我們就支持他一下 他現在就是計畫要記錄這個自然的聲音 他現在有自然的聲音了 然後他要繼續做這個影片出來 然後 Film the rest of the assignment Use the technical grader from previous search 然後他收集了更多的這個影片 獲得了更多的知識 我們就請他繼續完成任務 那我原本設定他的一個方式就是 他什麼都不用做 他也不用把東西寫出來 他只要去想怎麼完成這個任務 OK那現在獲得Feedback 這個Feedback就是 他已經完成了這個影片 然後 他會用這個GPT Agent呢 協助他呢 編輯這個影片 然後 用這個GPT Agent呢 編輯影片之後呢 他會上傳影片 到這個平台 他說請給我一個文件 關於這個編輯的ASMR影片 我也很樂意來回饋 讓你知道 有更多的其他的選擇 然後 然後他就思考 現在呢 他 他會編輯影片呢 然後傳回去給這個Agent 他的最後的這個review 還有建議喔 然後 Reason就是 Having a GPT Agent OK他已經完成這個腳本了 這個 這個影片的方式 然後 他獲得了一個 他已經做好一個 放縮的ASMR的 的一個影片 然後可以獲得經驗跟這個 這個view 他的計畫呢 是做編輯的影片 他把這個影片呢 給這個Agent OK我們就按繼續 OK 他的這個system呢 收到檔案了 謝謝你給我檔案 哇這次回覆的非常快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the activation of your ASMR video I will carefully review it and provide you with feedbacks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If any further changes are required I will let you know promptly Thank you for entering me with this task OK這個system呢 回報說這個Agent呢 已經收到影片了 然後他會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GPT 他的想法就是 在等待的同時呢 他已經有review 就是重新去檢視這個影片 I plan to work on another test 他計畫呢 去做另外一個工作 I should start planning for the next ASMR video I will make Including researching new ASMR techniques I could implement in the video OK所以他現在在想新的方案 新的音樂 好屌喔 你知道以前 以往在做這個 ASMR影片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些白噪音啊 挖耳朵啊 敲打敲擊啊 海浪啊 就已經很多人在做 而且都是真實還有影片你知道嗎 但現在AI居然可以自己去找資料 然後自己去生成 我覺得真的是蠻屌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昨天在做這個商業模式的一個平台的時候 他 他確實有去搜尋2023年的資料 他也有2022年的資料 然後他也有比較Facebook跟Google之間的這個 這個廣告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他還蠻聰明的 那我其實也不用輸入什麼 應該說我也不知道輸入什麼 我只知道YN這樣子 OK 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我覺得未來有可能 很多不會用AI的人可能 可能 升職的機會可能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有可能還是要去學習Python 因為Python是兩年前我在台大上了一個課 基礎課程啊 很基礎 他也很便宜 我可以建議大家去上 那 在那邊你會看到 你真的沒辦法停下來 因為幾乎是課滿的 而且早上8點鐘 一大堆人 你完全很難想像這麼早 對我平常上班都沒有那麼早啊 真的 完全沒有一個人遲到 對 你只要遲到一分鐘 你就覺得你坐在最後面 然後 成績最好都是坐在最前面 你就看到一些 而且有一些還是真的是他們理工 資工的有背景的人在做的 那當然也有 什麼做那個瑜伽的老師 他有興趣 然後也有那個 做麵包師傅的他也有興趣 如果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或者是你也在初學呢 歡迎與我分享一下 你對這個 AutoGPT的想法 還有未來的你想怎麼做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產出的內容有哪些 像他有一個AutoGPT Workspace 裡面的話呢 有這三個 那這些是我昨天測試做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hanges OK 他有增加蟋蟀的噪音 然後顏色校正 還有那個視頻使用圖像可以更亮 沙沙聲場景的背景噪音 增加呼吸練習場景的音量 所以他做了一些改變 OK 根據這個平台最佳的是 YouTube IG TOKTOK 跟Twitter 所以目前這四個平台呢 是比較好的 那腳本大綱呢 是向觀眾介紹這個影片 然後角色扮演 然後敲擊 結合這個聲音 還有這個觸發器 然後Whisper 觸發加入俄語 結論就是什麼 結束視頻跟觀眾說再見 還有他的預算 相機大概100塊美金喔 然後燈光道具 這是什麼物流嗎 食品物流 總預算是300塊美金 他連這個都列進去了 所以我會不會把這個 放在這個上面 你會不會再說 你在水準的 一般水準的 在水準的 你會不會再說 你會不會再說